中国占领台湾而美国无法阻止的那一天将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 那一刻将是向世界发出的信号 那一刻世界将得出结论 美国和西方不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卢比奥认为中共将在十年内以外交协议或迅速武力犯台等手段占领台湾 开启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时刻 我不认为我们会在台湾没有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走过这十年 所以想象一下我们正在往这一步上走 而台湾是技术最先进的芯片生产中心 制造美国各种非常重要的设备包括军事设备 卢比奥说关键行业的供应链从医药到战斗机从技术到食品 如果其中任何一项来自中国 中共会将其武器化用来对付美国 中共对美国和西方的潜在威胁非比寻常 他们现在有能力扰乱我们的经济 因为我们在基本原材料和成品生产方面都过于依赖他们 而且这种依赖还在增加 卢比奥说了解中共的最好方式就是看他如何对待自己的国民 而如果一个政权奴役残害自己的人民 他就会以同样方式对待世界上的其他人 你不会把人送进死亡集中营 你不会用奴工来帮助你的工业 这些事情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认为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 那将影响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 卢比奥认为美国要赶快弥补以前犯下的错误 否则机会将越来越渺茫 他提出美国目前及将来必须做到的最重要的有三件事 首先我们要确定哪些是21世纪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和重要产业 必须靠美国或盟国的能力来生产这些东西 从原料到工业化 一直到应用还有设计 第二 我们的军事能力必须加强 不仅是为了显示力量 而是能够防御中国正在发展的东西 这将包括对太空站或太空防御的投资 以及陆地和地面方面 第三 我们必须投资这些行业 不仅要保护还要投资 不只是私营部门 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投资公共部门的基础研究层面 卢比奥强调 有些关键行业 现在在美国生产可能不划算 但也不能再依赖中国 否则麻烦会更多更大 新唐人电视台纽约报道